2015年3月13日这一天 陕西某地的吴某在村边的河里钓鱼 水草中一团白花花的东西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了看清是啥 他小心地走了过去 发现是一具漂浮的女尸 吴某报了警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对尸体进行了打捞 死者为女性40岁上下 身上被刻满了欠债还钱的字样 很是吓人 警方第一反应就是死者因债务纠纷北煞 警方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 死者刘某39岁离异三年 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一起生活 平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经济来源 在走访中 村民反应并没有听说刘某欠什么人钱 刘某闲暇时会在村里的棋牌室打牌 警方对棋牌室做了检查 也并没有和预想的那样有赌债 刘某欠了什么人的钱 一时之间沉迷 案件转折从村口的录像开始 警方通过调取案发前该路段的监控 看到了一个可疑男子 手里拎着一包衣物出村 又根据其前往的方向 在村外的垃圾填埋场 找到了该名男子丢弃的衣物 又经比对证实了该男子丢弃的血衣 为死者刘某所有 但因画面质量不好 一时难以判断该男子是谁 案件再次发生转机 是通过死者的儿子 刘某的儿子说 刘某常跟邻村的弟弟借钱 刘某这个所谓的弟弟 跟监控画面中的男子极其相似 该男子姓彭跟死者并不是亲戚 只是平时经常来往 在证据面前 彭某交代了自己杀人犯罪的事实 提起刘某 彭某充满了怒意 据彭某说 刘某时常会找他借钱周转 他也看在刘某孤儿寡母的份上 时常挤挤他 2014年的时候 刘某声称 找到一个赚大钱的项目 让彭某和他一起投资 还拉上彭某听了培训讲座 两人都被洗脑了 彭某将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 在正常反省了几个月后 投资平台就联系不上了 钱也取不出来 为此彭某找到了刘某 刘某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但是很快彭某就听说 刘某把儿子送到了城里的私立学校 他如果没有钱 怎么可能那样做呢 彭某认定刘某在骗他 便再次上门要钱 而刘某还是同样的说辞 也一改往日借钱时的可怜模样 彭某感觉被骗了 自己一家老小还指望那些钱生活呢 愤怒到极点的彭某 操起了一把镰刀 狠狠地挥向了刘某 怒火让他失去了理智 任凭刘某如何求饶 他也不肯停下来 直到把刘某砍死 杀人后 彭某选择了在河里抛尸 并把血衣丢到了垃圾站 最终彭某恕罪并法 被依法判处了死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